謝謝各位 我來這邊丟搭了很多事情 因為我做這個禮物 在外面發表之前非常繁忙 最近又在反反貌 所以一直退演到現在 很不好意思 那我先來介紹一下 我還沒先介紹 就說我跟大家聊一下 我為什麼會做這個輻射地圖 就是在311時間 那個日本荷報發生以後 那就有很多 那個輻射外界的那個消息 消息來那個報導 那我朋友 綠色陣線的常務理事林長茂 他送了我一套訊 就是台灣的那個 那個 福射白皮書 台灣的那個福射調查白皮書 那個這一套書呢 是他跟王玉琳先生 當初在那個福射烏烏事件爆發的時候 他們找了一些人做民間的一些 福射污染的調查 那寫出來的兩本書 那裡面他有提到 就是當初那個福射烏事件發生的時候 那最早發生 就民間的 就是那個 居住大樓最早爆發的是那個 濃江路的民生公寓 民生公寓 民生別墅 那那個時候呢 其實他是在1980年代就蓋好的房子 然後到了1990年代初期發現的 那是因為 他的好像是二樓還是一樓 是有一個牙科 那 因為 因為他有牙科 他有X光的一些設備 所以有經過 圓能會的一些檢驗 的輻射的經驗 結果呢 那個 圓能會的官員到了那邊 那邊以後 就 非常 就發現非常高的輻射值 高出 背景值是好幾百倍這樣 那 圓能會的官員馬上到了 圓能會的官員馬上回報 回報給圓能會 結果圓能會 圓能會的主管 就跟那些去檢驗的檢驗員說 不要聲張 不要告訴那個 那個醫生 不要告訴那個臥主 那就要求這個 要求 要求這牙科醫生 在他的 X光設備的牆壁 加裝很厚的牽板 就牽板可以隔離 隔離輻射 那問題是 他這個是一種 他只是一種虛張紳士 不是 不是虛張紳士 他就是 弄個假東西放在那裡而已 因為那整棟 他有某幾個樓層都是輻射物 所以他這樣裝是沒有用的 他只是隔離了一個牆壁 他另外的 另外的輻射 這個屋裡頭的一個屋主 後來 就是這個事件爆發以後 經過好像是不知道哪一個報紙 我忘記了 不知道怎麼樣子的一個轉折 爆發以後 這件事情就爆發出來了 可是這個距離 這個 這個事件 這個距離這個圓輪會 調查出來 這個輻射 調查 就是那個 他到那個牙科去檢測 那個時間 已經是好幾年了 其實就是說 圓輪會好幾年前 就已經知道 那是一個高輻射污染的輻射屋 可是他卻引力 不對外公布這樣子 這是非常惡劣的 那我前一陣子 過年的時候 我去拜訪王月林先生 他跟我說 他們家 住在那一棟樓裡面 全家人喔 都是細胞 細胞雙中結 細胞雙中結 就他們的基因是已經 因為住在那邊 一段時間已經變異了 那裡面很多人的癌症死掉了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政府是很 政府為了怕麻煩 為了他們自己的刑事方便 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著想 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在掩蓋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事件 對不對 一些 對人民不利的一些事件 其實這個 這樣子 這樣子的掩蓋 這樣子的隱瞞 也不是 台灣政府的專利 像日本 311核爆的時候 他們公佈的那個 輻射外線 輻射值的外線 他會公佈色137 可是他就不公佈C90 這個C90 他是會 他的半衰期長達70年 色137是30年 那C90長達70年 他會在人體 他會在人體裡面 囤積在骨骼裡面 所以會得到很容易會得 或者是骨骼或者是白線 這個對身體的影響是很大的 可是他就 這個政府還是隱瞞 隱瞞這件事情 一直到五個月之後 才公佈這個C90的事情 像美國 我前陣子看了一個資料 美國山林島事件爆發的時候 他們當局也是一樣 那個月園附近的一些村莊 一些學校 他們都會 每一個教室都會 裝一個輻射檢測 輻射檢測儀 那他會設定一個數值 到了高於某一個標準的時候 那個儀器就會開始鳴叫 就三里島事件 爆發的那天 就核爆的那天 每一個教室窗戶外面的儀器都在叫 那老師呢 也很認真負責的打電話給當局 說現在該怎麼辦 那那些官員回覆他說 沒有關係 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你們繼續上課 那可是呢 那個核電工人 那些核電廠裡面的工人 全部都來趕快到學校 來把小孩子接走了 那留在 留在教室裡的 就是當地的小孩子 核電工人都是外地的 那個污染呢 是他們間接造成的 那當然 可是 受害的卻是當地的人 所以這個政府的說謊 政府說謊 這個也不是 真的不是台灣的專利 我就是因為 這樣子齁 然後當然那個 輻射調查白筆附近裡面 還不只是講到民生 不只講到台灣的輻射屋 他還講到輻射馬路 還有講到 輻射鋼筋的污染 那怎麼流出來的 之如此類的 這個 他的 這個輻射鋼筋的 輻射這個社員的流出 或者是輻射鋼筋 輻射廢料的流出 這個完全都是政府 失控失能的結果 可是 用一大串 一連串的謊言 在掩蓋 造成人民的傷害 到目前為止還是這樣 那馬英九他還是講 可以斷然處置啊 他說斷然處置 哪一個國家能夠斷然處置啊 這太可怕了吧 台灣的技術 可以比得上美國 比得上日本 比得上法國 比得上英國嗎 可是 台灣卻敢斷然處置 而且也敢燒核廢料 我想大家都知道 在這邊 應該很多 很多 很多老師都提過 這個 台灣那個檢榮中心 燒核廢料的事情 這個是 已經 這是台灣 台灣的創 這是台灣的創舉啊 而且 那個官員們還得意洋洋 可是 這是讓國外的專家 捏一把冷汗的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 我就想說 民間 你為了要 不被政府的隱瞞所害 所以我們還是有一個自立就立的行為 所以我在去年的時候呢 就 我們有 召集了一些朋友 有環保團體的 也有 我個人 私人的一些朋友 大概也有40個人 我們就在 這些朋友都是在全台灣各地 那我們就做全台灣的福色的普查 那 我們 我們做了一年 那儀器的話 就剛好 林長茂園我就跟他借了 那我自己 我也 我也請琉璃兒 幫我買了一些 從日本帶來一些儀器 還有請朋友 從美國帶來一個比較先進的儀器 那 我們 我們調查的結果 在過年之前 就是農曆年之前公佈了 那公佈以後 當天 原能會就打給我八通的電話 說要跟我一起 跟我們一起去 我們 我們公佈的一些超過三倍標準的地方 其實不只三倍啦 就是 測值超過0.3的地方去做復測 那 很有趣的是 我們調查了 好像 數字我不太記不太起來了 大概就是 可是我們調查出來的測值 大概是 原能會 他們 原能會有38個 去年有38個監測站 即時監測站 那今年它已經增加到45個監測站了 那我們調查的數字 大概是它監測站 公佈出來數字的1.5倍 就 Gamma的測值來講 是1.5倍 就是超出 原能會 公佈的測值 然後 呃 就 這個 超過1 呃 我不太記 因為我們測量了700多個地方 總共有測了 因為我們是一套 比較 呃 根據張武修老師建議 一套比較有 學術標準的一些測量方法 所以我們總共測了2萬4千個測值 那在 呃 700多個地方 1千多個測點這樣子 那 呃 呃 我們找出了一些超過0.3的測值之後 過 呃 過 那 也有媒體也公佈了 那 過完年之後 我過年 不知道大年初四 大年初三的時候 我就接到 青竹山峰國小的 主任的電話 他打電話給我說 你 你跑到我學校來做 輻射檢測 測出 那麼高的測子 我要你負責 我就跟他講說 你們學校 你要找我負責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學校又不是我蓋的 你怎麼會找我負責呢 你應該要去找縣政府 你應該要去找原能會啊 你要去找政府單位 他怎麼會找我負責呢 還是你要應該去追蹤 你們這學校 到底是哪裡 哪裡 是什麼因素 造成你的那個輻射 輻射子這麼高才對嘛 他就堅持要我負責 我說你要我負責的話 我就是 找原能會的一起去 到你們就要一起測 而且原能會的時候 過年的時候 過年之前他也跟我說了 打電話來說 你要一起測了嘛 他說 我們就約了時間 他也很主動的去約了議員 那我們自己也找了議員 過年期間 我們又 因為他的測值很高嘛 超過0.4 所以過年的時候 我們就找了新竹縣 新竹市的議員 還有新竹市 也是我們的團圓之一的 新竹市公外防治協會 就是中俗集體市長 我們到那個學校測了兩次 但是測值都很高 而且拿那個可以測出核種的儀器去測 結果都很嚇人 所以 後來 隔了差不多一個禮拜 我們就找原能會一起去測 原能會 原能會來了當天 縣政府的人也來了 議員啊 什麼什麼都來了 很有趣的是 那一天 有一個議員跑來告訴我說 早上喔 早上 八九點 他就來告訴我說 縣政府已經發新聞稿了 那新聞稿上面說 復撤的結果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我們還沒有開始撤 他就已經預言 他就已經先知了 說沒有問題 就這樣 那 那撤了 當時就 反正官員 我就跟官員一起撤 那測出來的結果 其實跟我們 第一次測的 測 我們用到很簡單的 那個 劉璃兒買的 劉璃兒幫我代購的那個儀器測 那最初的檢測 普測的時候是這樣子 那測出來是0.3 0.3多就對了 很高就對了 那復測的結果更高 0.4 那個 空間 我們測也有測兩種 一個是空間印尼 一個是測地表 我們在那 在那中庭的中庭的那個 中庭的中間 就測到0.4 那 你知道那 原論會的官員怎麼說 你知道嗎 他說 0.4 地上0.4沒有關係啊 你又不會 就是 因為他 你不會在那個地面上生活 他意思就是說 你不會靠著那個地面 我就跟他想說 難道小孩子不會在地上打滾嗎 然後 他質疑我們那個儀器 因為我們那個儀器 是可以測 Alpha Beta Gamma的 他也有一款儀器 是可以測到 Alpha Beta Gamma的 可是他就拿了一塊板子 金屬的什麼板子 他本來就是 那也是同一款機器 簡單講 同一款機器 他有一個配備 就是 有一個背板 那那個背板是可以隔絕Alpha Beta的 他就用那個 他就把那個 背板套上去 所以他測出來的測值 所顯現出來就是 Gamma測值 那 可是問題是 我們環境裡面 會有Alpha Beta 也會有Alpha Beta射線啊 不只是Gamma射線而已啊 而且像 日本 當初隱瞞的 311核爆 他當初隱瞞的那個 490 他主要就是 Beta射線 而不是Gamma 如果你只是用 Gamma的儀器去測的話 是測不出來的 所以 我那時候就問那個官員 我說 你 你只測 你堅持只要測Gamma就好 你可以保證 Alpha Beta沒有傷害 對人體沒有傷害嗎 他就不講話 那後來 他測完之後呢 他就在會上公布說 我們今天測出來的結果 我們有得到一致的共識 就是這個學校沒有問題 我馬上抗議就說 沒有喔 那是你自己的說法 我們沒有跟你得到共識 我們認為是有問題的 操場明明就測出來0.4 你自己也看到了 結果呢 後來我們就回去 也發了一個行為稿 那 就是 確實是 如同我們測的那個樣子 約定會也發了一個行為稿 他就說 呃 當然就是 沒有問題 他在復測的結果 是沒有問題的 他也修住幾張 沒有問題的那個 測值 在比較沒有問題的地方 測出來的測值 然後說 呃 那個民間的測量 齁 那不夠 怎麼樣 不夠要分足 之類的齁 呃 以後不能隨便 公布這個測值 以免擾亂人心這樣子 以免 以免產生 大眾的恐懼這樣 這樣 所以這個 這政府實在是很糟糕齁 就是 一直 我們一定要 一直在隱瞞 一直在說謊 那 我民間 一定得要有一些 自救的一些機制 所以呢 而且 呃 台灣的三座核電廠 已經 已經在啟動的 三 三座核電廠 都是被列為 世界四大 風險 核電廠之一啊 那很多人 對於 下一次為核爆 可能是發生在台灣 而且台灣是 是處於 斷層彈 那個 那些核彈 核電廠都處於斷層彈 那地震的風險都非常高 所以我是覺得 呃 這個 浮盛測量 是 必須要延續的 而且我們可能需要再更 呃 就 即時監測的方面 需要做得更嚴謹一點 所以我今年的計劃呢 正在 是 今年的計劃 就是要在三座核電廠周邊 去裝 裝設這個 即時監測儀 就是 而且我們的監測儀是跟 究竟阿法貝塔幹嘛都要測得到的 那萬一有什麼事件的話 可以像三里島附近的國小一樣 呃 我們會馬上知道 知道這個 輻射外線的訊息這樣子 那 這個 目前還在規劃當中 呃 然後 普測的部分齁 就是 也還在進行當中 也有職工 在各個地方做 那 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的話 呃 也可以跟我聯絡 然後我另外一個朋友 反核部隊的居民 他也在做一個平台 做一個APP 那 這個東西的話 他是 他上傳啊 他測量啊 比我的 呃 比我的工具更容易 因為我 我這個還是有一些門檻 因為我希望他可以測到更精準 所以有一些門檻 不過反核部隊的居民 我今天有請他來 要跟大家分享 一個 不知道他到了嗎 居民 有沒有到 那 他 他的一個平台齁 就可以在手機拍照 好像就可以上傳了 你要來講嗎 你要來替他講嗎 蛤 蛤 那 你要不要來聲響 好 那 就請這個 你姓廖嘛 對不對 我忘記你名字了 不好意思 請他來分享 即將要那個的 即將要發表的這個APP 我們即將 我們現在正在做這支APP當中 這支APP對大家來講很重要 這個 我們當初做這個APP的初衷在於說 每一次 核一核二核三場 他們在燒那些核廢料的時候 都是輻射值最高的時候 我們台灣有一個氣候因素叫做東北季風 每次在核二核三場 就是台北北台灣那兩座核電廠 他們在燒那個廢核料的時候 什麼叫減容 政府都跟我們講說那個 他們現在進行減容作業 其實他們就是用燒的 他們 因為南嶼已經沒有什麼地方 可以再放這些核廢料 所以他們現在 原本四桶的量 他們燒啊燒啊燒成一桶的量 你們就知道說 我們台灣燒核廢料的情況有多恐怖 這個情況跟法國的情況是一模一樣 法國單部的一些城市 根本都已經不能住人了 因為他們的輻射風險 輻射值太高了 因為法國也是用一模一樣的方式 用燒的 讓我們台灣四桶燒成一桶 你就知道說 每一次燒的量有多多 那在東北季風往我們台灣這邊吹的時候 在他們燒的時候 我們遠遠看那個 我們有一張照片 剛好是他燒的時候 那煙囪的白煙就這樣 隨著那個東北季風這樣飄 這整個 整個會飄到我們台北市裡面 可是最糟糕的是 我們台北市是一個盆地 他燒過來的時候那個風啊 降機進來 我們大家身處在輻射子裡面 根本都不知道 而且這些政府也不會跟你們說 所以我們就日時其力 去開發出一支這樣的APP 那我們這個APP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說 給一般民眾他們純粹只想知道說 假設我今天我家在這裡 然後如果我要出門 現在輻射子狀況怎麼樣 或者是我即將要去哪裡 然後那個地方的輻射子怎麼樣 我們希望說這個APP 將來在收到我們那個核電廠 又在燒這些廢核料的時候 我們方圓30公里內 我們都會主動去通知 我們希望未來的功能可以做到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這個是給一般大眾 在了解說他現在的輻射狀況 很遺憾我們 我們除了可以告知民眾 現在這個輻射的嚴重性之外 我們沒有其他的辦法 因為我們阻止不了政府用燒的方式來去燒這個 來產生這個輻射子 那第二個功能是指說 像剛剛林瑞卓老師他的 他們手上有那種檢測的那個機器 我們總共有兩款機器 那兩款機器是用我們 為了順目前來檢測這個輻射子 就是我們值得心愛的選擇 那有那個機器的朋友 反而會對我們也是希望封了公司 多買一些或者是說有人自願購買 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那他買的那個機器 像林瑞卓老師他們身上都隨時都會帶那個 小小的一個機器 比手機還要小的一個機器 他們會去測那個輻射子 測完之後就可以利用我這個APP 很簡單的就把這個輻射子上來 有點像是打卡 我們把它做成像打卡的感覺 比如說我現在在中正紀念堂這邊 那我就測完之後就打卡上傳 這個有一個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將來更多的人有這樣的機器 傳更多的數值的時候 比如說今天有20個人在中正紀念堂 同樣做了這件事情 那大家上傳上來的那個輻射子 比如說都是介於0.05 或者到0.1之間 那我們長久去統計一下 我們就會知道說 哦原來中正紀念堂 它在這個時段 比如說不是東北季風的時段 它的輻射子大概是多少 那是冬天來了 吹東北季風的時候 風向的時候 它的輻射子又是多少 雨天的時候又是多少 你家居住的地方又是多少 曾經我們在做這個時候 我們曾經開玩笑說 將來我們這個累積起來 長久累積起來的資料 會作為大家買房子的依據 因為我們很明顯就會看得出來說 長久以來台灣哪個地方的輻射子是最高 不過我這裡必須要很誠實跟大家說 輻射子的來源不只是燒核廢料來 你們想一想 很久以前不是還有一個海沙屋事件嗎 海沙屋它本身也充滿了輻射子 所以我們這個數值只是告訴你說 現在的輻射子有這麼高 但是它的來源是燒核廢料來的呢 還是是你去接觸到其他的輻射產生出來的 這個就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得知 那請大家那個拭目以待 我們小組正在全力的趕工當中 那如果我們第一時間做出來了 我們會在反核部隊的那個點書上面 以及想辦法透過其他的環保團體去 告訴大家來去下載這個APP 那這個APP是免費的 我們希望說透過免費的APP 讓大家能夠更了解我們自己 現在身處的輻射環境狀況是怎麼樣 那以上就是我的說明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在這邊先跟所有現場的導演 作家老師們還有 吳魏韓鋒站在這裡 一直堅持守候我們 每個四個運動的所有的 老師志風朋友還有 民眾大家好 跟大家支持 我這邊要先講 我們在3月16號的時候 號召的反核部隊 我們有200多個志風 跟響應的民眾 我們在那個電影街去抗議那個電影裡面的廣告 被置入那個永和行銷的事情 從2月1號起 進行部在全國550個戲院 密集的每一部電影後面 先開演之前都會先廣告 他就先一開始就告訴大家 他那個廣告叫文件檢核親子生活篇 廣告內容是說 103年起 林口通宵大林協和火力電廠相繼關閉 107年核一場面臨關閉 110年核二場面臨關閉 113年核三場面臨關閉 核四場也要一次全關 核四就是後續供電最重要的準備方案 我們連核四也要一起關掉嗎 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廣告的內容 其實實際上 這個林口通宵大林電廠它不是關閉 它是改建 改良擴建 光這三個電廠改良擴建之後的電力 增加了330萬千瓦 遠比核四場的270萬千瓦還要高 可是政府去跟我們講 這些電廠是關閉 而不是說他們是擴建 而且他們從103年至105年陸續這些關閉 他們只要兩年的時間就可以擴建完成 也就是在107年其他核電廠要關閉之前 這些電廠早就運轉了 可是政府一再花我們的錢去欺騙洗我們的腦 那這件事情 而且更重要的 還有我們的大潭電廠也在擴建計畫中 這個電廠擴建完成 它的擴建電力增加的那個電力 比核一二三場加起來還要多 我們現在台灣根本沒有缺電的問題 而是電力那個過剩的問題 我們3月16號在那邊辦了反核快閃 發了兩百多封的媒體邀請函 當天只有中央社來 中央社到現場 跟我們拿了新聞稿 拍了照片 我們回去等了半天 只看到一張照片說 有反核團體在電影街上面 發起快閃活動 裡面什麼內容都沒燈 當天隔天的就是3月17號 我看到這篇新聞 沒想到3月17號的晚上 朋友傳來給我看 中央社發了一篇很大篇的經濟部的澄清稿 再把所有他剛剛講的內容 再全部再講一次說他們沒有說謊 然後我們抗爭的內容 他什麼都沒講 我覺得國家機器用這種手段 打壓我們反核的聲音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過分 所以來這邊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一直沒有機會來很對不起 因為我從3月17號晚上 我人就在那個地方 我參與了3月17號晚上的社團 要準備怎麼進行這個行動 太陽花的 後來叫做太陽花 那個民主運動的這個行動的會議 從3月17號晚上 3月18號的行動 行政院行動我都在裡邊 我每天除了回家睡覺 上班時間 其他大部分時間 我都讓自己在那裡 我們這次的行動 其實除了現場 所有大家在付出跟努力之外 其實我們也做了很多 在網路上也好 在國際間也好的一些 利用一些現代科技的工具 跟國際的工具 在幫這個行動 讓更多更多人看見 大家知道在兩個禮拜前 有美國的全留學 美國的台灣學生 他們曾在白宮的 Wintern People的網站 發起了一個連署 就是希望美國 白宮因為他們就台灣關係 法的關係 他們必須要保障台灣的民主與人權 所以他們發了一個連署 希望徵求十萬個人去連署 請美國政府 關心台灣反服貌的民主聲浪 然後請美國政府 就是介入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後來 在3月24號那邊 連署成功了 那美國確實也介入 他國務院參與 跟眾議院都開會 然後國務院對外發表聲明 全面支持台灣民主 然後他們要求 馬英九政府 必須要與 學運這些民眾對話 所以也就才有了後來的那個 他們要求說 邀請學生到總統府 去對話這件事情 其實這個不是馬英九的意見 這是因為 美國那邊有所動作 那第一波行動我們有成功了 目前我們在有推展 第二波的行動 就是我們希望 美國白宮 依照法令公告 馬英九的美國國籍 以及他是否他的綠卡還有效 這件事情 因為美國礙於法令的關係 他有可能 只要我們連署十萬人 他是會成功的 一旦我們成功 我們可以在台灣付出最小的代價 我們讓馬英九下台 我們直接瓦解這個政府的 執政的正當性 我們重新來思考 台灣的未來 台灣的公民憲政 到底應該往哪個方向走 是要走向極權暴政呢 還是要聽從人民公民的民主社會的意志 那這件事情 我們需要大家的幫忙 目前這個連署到現在 我們連署了將近一萬五千人 還有八萬五千多個人的名額 但這個時間只有到4月23號就截止了 那在這裡我只能拜託大家 盡可能上可以的話 請大家拿手機上反核部隊的那個粉絲頁 上面有這個連署的網站連結 以及怎麼連署的方式 那我在現在最後再跟大家講 剛剛那個蘋果日報傳來的快訊 他是說今天所有保一到保六的警察 被下令穿正報裝 總共有六千人目前集結在這附近 很可能今天晚上會進行驅離的動作 所以在此懇求大家 假如待會結束 大家還沒有要回家的話 請大家拜託移架往那邊移動 我們一起去守護我們的學生 謝謝